有一种仙草长在悬崖峭壁上 九大仙草是熟的吗 我们普通的叫做救命繁文草 只有身怀攀爬绝迹的人才能采到它 价格贵得惊人 一万六到一万八左右 这种仙草是传统的药材 不仅能养生还能靠它赚钱 本期乡土走进龙虎山 看仙草的前世今生 你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乡土 江西省的龙虎山是道教圣地 道教的天师都特别的长寿 第一代天师叫张道林 据说活了一百二十三岁 历代天师当中超过百岁的人也有不少 当地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天师长寿与吃了当地的一种仙草有关 但是这些仙草都长在悬崖峭壁之上 不是一般人能够踩到的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去龙虎山 认识那里一些靠攀爬记忆赚钱养家的人 这里是江西省英寒市的龙虎山 龙虎山的山有两大特点 首先看起来是红色的 其次是山式陡峭 这是丹霞地貌的特征 悬崖峭壁上有一种奇特的药材 当地人称之为仙草 光秃称的悬崖 为仙草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又因为山式陡峭 人攀爬不上去 所以仙草得以繁衍下来 可能因为这种仙草太名贵了吧 而且价格高 所以还是有人冒险去踩它 你小心一点啊 那么陡啊 山很陡 几乎垂直于地面 只要石壁上有藤蔓和茅草 人们就可以爬上去 这么陡的山 看起来就特别危险 仙草长在绝壁上 它名贵 可能与它生长的地方险要有关 在我们这个龙虎山 这种单傻地貌上面 它都长在这个石头上面 它的石头是比较大的 第二个 它是一个傍阴傍阳的一个环境 被称为仙草的药材 长在石壁上 要采摘它是很困难的 在龙虎山 只有两家人有本事可以上去采 一是李家 再就是现在在峭壁上爬的周家 他们都是传统的采药世家 周文龙已经四十九岁了 他是周家兄弟中攀爬技术最好的 别人问他怎么上悬崖 他一般不回答 能上绝壁的人多了 仙草就会越来越少 龙虎山是道教圣地 道教正一派的祖庭天师府就在这里 当地流传着一个白狐狸 仙草和天师的故事 意思是说 长在悬崖上的仙草 是很难采摘的 南松的时候 这里长大水 温月泛滥 然后张天师 熬摇去血 给民众治病 他用的原料 就是龙虎山的仙草 他认为有一天 有一群小狐狸 在眼壁上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不以为功夫 这个小狐狸 就把很多的仙草 扯到了他的脚下 那么他把它熬出来 以后给广大门城喝了 这个温月就马上止住了 龙虎山的仙草都长在悬崖上 老鼠特别喜欢吃这种仙草 老鼠能到的地方 仙草也长不起来 周家的人是采药世家 在陡峭的山 他们也有办法上去 这一次上山采药 他们还带了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不是周家的 在周家人的帮助下 这个小伙子采到了仙草 山上比较陡峭的地方 仙草采下来才看见 原来当地人所说的仙草 就是铁皮石壶 又是一个大沃的早晨 他们又爬上了一座更高的山 不过这座山的后面有路 我们的编导跟着他们上了山 可以从上往下看他们采药 他们说在悬崖峭壁上 发现一株吊篮 我们的编导不认识 他们说长在绝壁上的那个就是 他们所说的吊篮是铁皮石壶 我们的编导想下去把它踩上来 他们勉强同意了 小伙子周武宗帮我们编导绑保险绳 周武宗26岁 在他20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和叔叔就带他出来采药 他给我们编导绑了一根绳子 还不放心 又加了一根保险绳 我们的编导即使失手 也不至于摔下悬崖 我们的编导开始下了 吊篮就在悬崖最突出的位置上 从这里到谷底大约有120米左右 相当于40层楼高 我们的编导接近了那颗吊篮 就差几步了 他犯了一个错误 低头看了悬崖的底部 这样他不敢再往下了 面临深渊人人都会恐惧的 我们的编导上不来下不去 周文荣还在上面开玩笑说 给钱才把你拉上来 站在悬崖峭壁上的恐惧 不亲身经历 恐怕永远也感受不到 他们看我们的编导实在不行 还是把他拉了上来 我们的编导上来 周文荣绑上绳子下去 这样的活对他来说 就是最平常的事 没几步就到了吊篮的边上 吊篮在龙虎山已经很少了 今天找到这么大的完全是偶然 龙虎山野生铁皮石虎 今年这个果子 现在已经成熟了 那么利用这个种子 通过繁育技术 一个种子可以得到两字 五万株的苗 铁皮石虎被称为仙草 野生的铁皮石虎 因为稀少而变得珍贵 传统上它就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这个铁皮石虎 你那吃这个铁皮石虎 那对口上溃疡的这个作用 至于它的作用 那就非常的快 只要你比如 就再一颗这个杆子 比如这么 那脚 脚要到这个 脚车不是粘粒糊糊的吗 这个粘粒糊糊的 就把这个溃疡给粘住了 所以一吃了之后 你感觉到溃疡就不痛了 在龙虎山 当地老百姓 有利用铁皮石虎的传统 他们做菜的时候 尤其是炖鸡鸭或排骨的时候 总是喜欢放铁皮石虎进去一起炖 这位是龙虎山的徐小根 他们家就在山里的村子里 过去铁皮石虎主要是拿来当药材用的 现在的人把铁皮石虎当成了补品 他是徐小根的老母亲 老人年纪大了 在他年轻的时候 山里人生病了 都是自己上山采药来吃 老人一辈子几乎没有出过远门 也不上医院 有病就自己采药来治 龙虎山有道家的天师府 道家注重养生 所以历代天师都很长寿 天师的家宴叫八卦宴 天师八卦宴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位就是天师八卦宴的传承人张敏 他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这门记忆的 天师八卦宴里的药膳 就用到了铁皮石虎 从药材资源来说 也生得太少了 不够用 这样人们就开始了人工种植 来扩大铁皮石虎的种植面积 但是铁皮石虎不是那么容易种的 这种药材对环境和温度的要求很高 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握的 就是在野外的环境 它主要是两大类 一来涮在这个树干上面 还有一来涮它涮在这个石头上面 石头上面实际上 它也不是直接涮在石头上 它有些这个裤子漏叶 涮在青苔 它实际上讲在这上面 它的环境的话 不管在树干上面 还在石头上面 它生的环境 一般说来 它的湿度是比较大的 铁皮石虎之所以在树上和石头上能生长 主要它需要很好的透气性 种在土里透气不好 它就会死掉 而且还需要半阴半阳的环境 铁皮石虎它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 现在人们把它倾下山 种在了山脚下 还是没有脱离它原来的生长环境 铁皮石虎不需要种在土地上 所以在龙虎山 人们把它种在了山脚下 河滩边既可以造福百姓 还不占用耕地 铁皮石虎种在木屑里 并且还要放在架空的苗床上 这个技术对铁皮石虎扩大规模是革命性的 这个成果是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段骏 首先想出来的 在07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推广一个苗床架空的一个技术 那就从地上种在这个架子上 这个产量啊 就是最低可以提高百分之两百 人子到百分之三百 就同样的人数种 只要是改变上 这不做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变 这为什么是产量会提高这么多呢 扎空种植的时候 真好就是莽足了铁皮石虎的 这样一种生长吸性 因为你看它在野外的时候 它的根 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透气的状态 所以它根接触的这些地方 是没有寄水的 它如果说它接触的地方水分太多 它更快拦掉 根据断菌的种植方法 人们除了种在大棚里 苗床上 还发展到种在竹筒里 石虎啊 它怎么会种在竹子里面呢 就是放野生 到室外放野生 这样的追培 我看那竹子在上面开的口是 让那个铁皮石虎 种在里面是吧 对对对 我看那个背后还打得动呢 就是 溺水的 就是那个 溺水可以从那个孔把它排掉 竹筒的两头和底部都打了孔 用来固定铁皮石虎的也是木屑 而且要放在半阴半阳的树林里 总之不管用什么方法 透气性是一定要注意的 用这种自然的方法和原来生长在悬崖上的石虎 药用功效是差不多的 所以它的野生的 我认为人工种植的 这个 它生长的这个机制啊 是一样的 它没出别 那所以说 这个石虎长大的过程中 它从我们这个种植的机制里面 吸取到的这些东西 那是没什么出别的 我觉得这个石虎人工种植的 跟野生的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差异 新鲜的铁皮石虎吃起来有一股清香 嚼在嘴里会感觉到粘牙 有人认为铁皮石虎放到锅里去炖 起码要炖五个小时以上 药效才会炖出来 鲜食会好得多 那么先是这个铁皮石虎 也能够看得到它的形状 加工以后是什么石虎 就比较难以区分 第二个 它没有经过加工的附加值 所以就死毁了 然后吃下去以后 它就直接消化吸收 对人提的一个作用 也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提倡就是铁皮石虎 鲜鸟鲜吃来养生 嗯 宋丰林在龙虎山种植铁皮石虎 有朋友来 他就采了来招待客人 他认为铁皮石虎是好东西 好的东西就要拿来分享 在他的传统观念里 用铁皮石虎来招待朋友 和茶 酒 待客是一样的 石虎很奇特 不浇水 它也不会死 空气中有水分 它就能存活下来 即使不在石虎种植的地方 鲜石也是可以的 鲜的石虎放很长时间 也不会干枯 不过利用石虎的方法很多 古老的方法就是做成风斗 也可以打成粉 铁皮石虎长到一定的时候 风顶了 不再长了 就可以采收了 采摘的铁皮石虎 叶子可以做成茶叶 石虎做茶叶 也要经过柔制 塑形 烘干等程序 铁皮石虎做成茶叶了 保存的时间就要长得多 铁皮石虎的精 烘干之后 就可以卷成风斗 风斗是人们利用铁皮石虎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也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方法 过去人们在悬崖峭壁上采摘下来的就做成风斗 人们把它当作仙草一样的灵丹庙药 觉得很珍贵 有人生病了 特别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 铁皮石虎晒干了 也可以打成粉 这种粉也叫超微粉 特别细 如果口腔溃疡 嗓子红肿 喝这种超细微粉比较好 这里是宋丰林的朋友 钱圣贤的家 现在龙虎山是一个风景名胜区 龙虎山的风景好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也有自己的特点 他们日常生活中喜欢把铁皮石虎拿来荡茶喝 这样的就是铁皮风斗和茶叶一样 可以用开水泡了喝 说实话 这样泡茶喝有点浪费 前面说过了 及时煮也要煮几个小时才能把药效煮出来 这样泡是泡不出来的 最好的方法是喝了茶之后把风斗给吃了 铁皮石虎可以单独饮用 也可以做成药膳 猪蹄营养丰富 他们把铁皮石虎和猪蹄炖了 对于龙虎山这样冬天比较阴冷的地方来说 他们认为这是大补的食品 可以增强人的体质 抵御寒冷 在当地人的老观念里 铁皮石虎像仙草一样 是一种温补的药材 他们认为对孩子尤其好 孩子感冒发烧了 他们就给石虎吃 吃猪脚的 吃这个 吃这个瘦的 吃不下菜了 味道确实还可以 吃这个 就是要你 味道确实还可以 宋丰林他们靠在山里 种植铁皮石虎 收入增加了 生活水平也提高了 他在段俊研究员的帮助下 开始把铁皮石虎 按照原生态的方法来种植 前面说了 铁皮石虎本来是生长在树上 或石头上的 他们把它从树上或石头上 请下来栽种 并且获得了成功 放野生环境 放野生的 这就可以种到这上面就行了 对对对 这这样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根了它自然后呢 这样 这个是用钉子钉在上面的是不是 对一个钉子小钉子嘛 它又不生的 就是一顶的表皮 这个树是活的 是活的 也不会伤到那个树 这根往前伤到树上了 对 这个不要的都行 对对对 也可以把它拔掉 对 就是部位掉下来 就已经长到树上里了 你这上面弄了以后 也没有营养 也没有什么东西 它长了不会很慢吗 是 就野生就是长得比较慢的 就是也不会长得很长 就是呢 就是它就光吸收 外面的那个养分 就是那个物 然后呢树皮上的 那个腐烂的那个树皮 就是光吸收 这个养分生长的 龙虎山的丹霞地貌 适合铁皮石虎的生长 人们把铁皮石虎 种在丹霞山峰之间 石虎没有脱离它 适宜的环境 所以在树上 长得还是比较好的 铁皮石虎 还有一种原生态的环境 那就是悬崖峭壁 龙虎山丹霞地貌 卢西河在山间流淌 温暖湿润 人们在这里生活劳动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 同样山上的铁皮石虎 吸收了大地之灵气 所以人们就把它 称为了仙草 你这塞在这里面 它能活吗 能活 它里面会不会草啊 会不会水大啊 不会 就是呢 看到青菜长得好 在这方就是 能水风比较充足 一碰到那个夏天的时候 就是肉嘛 这都是水 它也会去流掉 像这个位置的 那你们为什么 要把它摘在山上呢 这个本身是从 那个山上搞下来的 就是把它飞幅上去 比较方便 这个时候 这个青苔把它拿开一点 对 拿开一点 然后呢 就是从青苔背后 塞进去就可以了 什么地方能摘 什么地方不能摘 就是要青苔比较厚的地方吗 对 就是对它的生长 会好一点 这是龙虎山里的一处崖壁 石壶要有所选择 要选择有青苔的地方 有青苔说明空气温润 有利于铁皮石壶的生长 先拔下青苔 对 用来把它那个根部包住 把青苔包住 对 青苔包住 然后呢 然后再用那个草 随便 随便找一只草 找一个草 就地取材 找一个草 把它捆杂好 把青苔和这个石壶捆在一起 捆在一起 然后这个草还可以起一个悬挂的作用 就是把钉子勾在上面 这个一挂在上面 把它压实 这挂在上面 它就能够生长吗 它就能生长 到了以后 它自己的根 会向整个牙壁铺开 到时候 这个青苔腐烂了以后 像这个草腐烂以后 它自然就拔住了 钉子固定在岩石上 铁皮石壶用茅草扎好 挂在钉子上 在石壁上也不用管理 成熟了来采收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的石壶 是从山上从树上下来的 现在他们有把它捆在山上 捆在树上 这个有意义吗 那意义非常的大 那我们原来用的石壶 肯定是这个野生的这个状态 野生状态 它有些就是搅在这个树干上了 或者在这个石头上了 那这个 那我们现在人工种植的时候 完全模仿野外这种环境 铁皮石壶本来是长在树上 或者是悬崖峭壁上 后来把它给请了下来 按照它的生长特性 人工栽培成功 而现在人们又尝试 把它给请回山上去 你想了 人们之所以这样折腾来折腾去 目的其实就一个扩大种植面积 让这种被称为仙草之首的药材 为更多的人的健康而服务 好的 诸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 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以及央视网查询浏览 中国有多奇 乡土告诉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长白山腹地 鸭绿江畔 一个四季都是美景的小城 零下二十度的雪地里 如何养成品种各异的热带鱼 山东大煎饼 原和变成了东北味 说着山东话 品着东北菜 真正的东北杀猪菜 到底什么样 下期敬请收看乡土花山行